大家好,我是西洋 好多人爱吃茄子,但又怕吃炒茄子 因为茄子容易吸油,油吃多了不好 今天就来解决茄子吸油的问题 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这里是200克肉 炒肉末茄子,肉要三分肥七分瘦 先把茄子切成滚刀块 也可以切成长条,随食材而定 茄子很容易被氧化发黑 所以切开后需要及时把它泡在水里 浸泡三五分钟就可以了 放入少许盐,可以防止氧化变黑 再切一点蒜末 蒜末可以适当多点 先放一旁备用 再切点红葱头 没有的也可以用洋葱代替 再来点葱花 炒肉末少不了葱花的搭配 葱花可以使肉末的香味更好的释放 为肉末真香又真色 这里的肉末在粉碎机中搅碎了 加入两克盐 15克食用油 加入油可以防止肉末在受热后粘连结块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炒肉末相互粘连的情况 再来调个酱汁 2克盐 8克糖 10克生抽 5克蚝油 先搅拌一下 再加入15克清水 搅拌均匀 具体配料表我放在视频的最后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蒸锅中把水烧开 放入泡好的茄子 蒸5分钟 锅中加入少许食用油 开小火4成热加入肉末 迅速将肉末划散 请朋友们点赞并订阅这个频道 也可以给我留言 这样可以帮助我的频道成长 我会每周为您更新视频 谢谢您的支持 等到肉末渐渐发白 煸炒出香味的时候 开大火 放入蒜末 葱头 继续翻炒 让葱蒜的香味充分散发 加入料95克 倒入调好的酱汁 加入5克老抽上色 加入蒸好的茄子 开中火 烧煮3分钟 让茄子入味 然后加入水淀粉勾芡 芡汁最好分次加入 这样比较容易掌握芡汁的厚度 在盐锅边加入两克陈醋 可以聚心提鲜 最后加入葱花 量适当大一点 翻炒均匀 让肉末和葱花的香味充分散发出来 茄子也已经非常软糯 包裹着一层厚厚的酱汁 可以出锅了 蒸过的茄子彻底改变了内部的海绵结构 让茄子在炒制时不会再吸油 虽然多花了5分钟 但减少了油腻 吃得更加健康 再撒上一点葱花点缀一下 必须配上一碗米饭 满满一大口 酱汁太香了 花再多时间也值得 我是西洋 别忘了订阅这个频道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订阅这个频道 明镜与点栏目 欢迎订阅这个频道